深毒一分钟,你的健康深毒管 叶峰主任医师,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,乌西内科副主任 到底肺结核是咋回事? 结核菌进入人体时,那个惹眼的夹膜立刻就进入了免疫系统 如果特别机智的结核菌找个角落躲起来装死,战争表面上结束了 在你免疫力降低的时候,装死的结核菌又卷土重来了 也可能是新感染了结核菌 总之结核菌死灰复燃了 免疫系统对这个惯犯那是积极响应 立刻启动最精锐的武警部队,单核细胞前来绞杀 查播知识点 如果说巨噬细胞是骗颈 那单核细胞就是坐着血液小火车全身巡逻的白细胞 他们的战斗指数爆表,一出动,动静就比较大 他们会与巨噬细胞和P细胞联合起来,一起攻击结核菌 但这样会搞出局部强烈的炎症反应 这就是医书上说的持发性超民反应 这种免疫系统全员出动的情况,对人的损伤比较大 人会出现更显著的结核症状 这场战争的结果分两种情况 如果免疫系统打败结核菌,那么危机解除,病就好了 如果整个免疫系统联合起来,也没能干掉结核菌 那一时半会儿就好不了了 伤独是个宝,常看身体好